特别预算究竟花到哪里去 行政长苏贞昌特地制作 兵分图卡说明 还说任何一笔支出都受国会监督 蓝军大骂过去护航高端 就是最大黑箱 一记买多少钱 还要不到资料 特别条例的第七条霸王条款 他就说疫情当前拒绝掉 买了这么多高端 他还打不完就来丢掉 这些都名字名高 表面上有 实质上没有 做者喊抓者这个假讯息 网友看了也炸锅 拿门子的监督 国会一半以上都你们的 校长间敲钟 看你说了满嘴 但人民就是五感水深火热 安安居 难道只靠一篇图文并茂的广告贴文 就像满天过海 防疫预算包括之前在通过的过程 还有之后的审查 完全就是黑箱作业 请问一下 你随便弄一张图就可以解释 八千多亿 你是怎么用的吗 八千四百亿真正用在防疫 只占了一成七 过去两年半 蔡政府又是如何照顾人民 要疫苗时大关狂卡民间 捐赠的疫苗只为了护航高端 雨中排队只为了买口罩快筛 更扯的是儿童疫苗 拖到五月多才开打 导致很多孩子走掉 这样真的有花在刀口上吗 确实花在刀口 现在告诉你怎么用的时候 连纸都不用了 直接用数位打 你看这是一个非常环保的政府 帮我们省预算 是这样省的吗 立法院要不要直接背掉算 因为根本没有办法审查 所有东西完全就是民进党 高兴怎么样还是怎么样 以防疫为名 编了大把预算 却有八成经费 被拿去纾困振兴 好成为选举政策买票的利器 不仅想问蔡政府的心中 到底还有没有人民 记得杨七号林佩杰台北采访报道 这里帮您大家科普一下 有些人可能还不知道 旺旺水神微酸性电解次第酸水 与病毒细菌作用打架完之后 就变成了水 温和不刺激 它比酒精跟漂白水更环保 适合长时间多次频繁的使用 请赶快上快点购 买的时候记得输入我的 推荐代码就有折扣哦